因应现时趋势太过短暂,要数的话,从年初中概股热潮,再到GME的兴起和没落,再由科网股转玩传统股,整个过程的持续时间难以超越一个月,能够维持在高位的只有Bitcoin,以及第一季度进入上落市的龙头科网股,最多是不上不落,并未出现完全散水的局面。 美股,外汇,加密货币免费即时报价,自选投资组合获取相关新闻提示,近期有两个趋势呈现比较大的风险,第一是针对国际品牌,不采用新疆棉花,内地发起抵制活动,并且由歌影视明星带动,规模可大可小,但是有两点比较安全,第一是体育赞助商,并没有走出来割值, 保持沉默,第二是官媒没有进一步推动民族主义,令抵制活动安排,所以很有机会就像早前NBA事件一样。 慢慢会自动平息,另外一件当然是Q标事件,因为钢杆水平过高,惨租斩仓,最重大的风险当然是大量货源在短时间沽售。 直接推倒股市,这步很相信在上周五已经达到高潮,如果债主选择不斩仓,相信也不会在本周再斩。 更深层次的风险是令市场发生恐慌,大家一起去杠杆,不过,阿标的高杠杆做法始终是非主流,并非一个业满的策略,就算监管机构插手,都不会有太大影响。 所以一个星期后应该已经没有人再谈论,由于可以发生的坏事情,都已经反映在股市上,投资者心态也被之前悲观,仿佛失去热情,进入第二季度,有机会出现大规模反弹,因此现时更值得看好股市。